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又是他的冲球局 两颗球落袋 三颗球落袋 球形非常的开阔 只要吃掉这一盘就可以是成为8比8 关键时刻出现了今天 最好的一个冲球球形 三号球落袋了 五号球好像又落袋了 推出来 二号球右下角抵袋 六号球落袋 三号球 四号球多落袋 薄二号球 这球的麻烦是在于 接下来他要打五号球 而五号球要进左下角抵袋的话 五球就可能要绕两颗心出来 他选择这样直接做球的话 那么就是要闪开八号球 不要形成掉球 会不会碰到八号球 坐到这里的话 那么想必应该是可以直接来保五号球 进右下角抵袋 母球从右侧走出去 碰右边科兴 拉杆往台岸的左上方 做七号球 能打吗 应该从他那个角度看得最清楚 那在想把球如果做到这儿的话呢 应该是五号球 落袋的那个点可以保护到 他选择安全球 哇 他选择安全球 刚才做的这个点好像是他想用十号球来藏母球 但是没藏到 这是一个相当难打的球 当然Banaris知道Banaris知道这颗球虽然很难打 但是如果要是打进的话 那么他就晋级了 他就淘汰了前世界冠军 孙生虎们 肯定会来打 好球 那么就game over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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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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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